再来刚刚同学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那个在Excel里面有一个那个 把文字转成 把文字转数字 有印象吗 之前我们讲过 就是 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那个文字类 文字里面的话 最下面这边有一个value 那这个value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文字转成数字 那实际上这个概念 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VBA只是说呢 这个是Excel里面的函数 跟VBA里面的函数 虽然很多是相似 但是不相通 OK 两边是各自有各自的函数 你不能说 你要把它拿来用 拿来用的话那会有问题 所以两边其实没有 但是基本上在VBA里面 也有类似的 所以其实你除了用CRNT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它不叫value 它叫 它简称叫VAL 所以叫VAL也可以 那怎么知道 其实我习惯上 就会打一个VBA VBA是VBA里面 所有函数的物件 点下去的话 这边你可以找到VAL VAL就出来 其实VAL 这边也可以看到 它V开头的话 其实它是不叫value 它叫VAL 你在打那个 就是VBA里面的函数 有两个方法 你可以 就是打一个VBA 点 这个也可以 它会自动帮你调出VAL 或者是你不要VBA也可以 有的时候看你自己的习惯 有的时候你怕说 找不到那个某个函数的话 要背 你就自己打一个VBA 点 这样也可以 其实这里用VAL 其实也可以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它也可以帮你一样 转成 帮你把文字 转成数字 OK 那run的也是一样 其实像run的 你打一个VBA 点 它也会有run的 也就是这边 所有VBA里面 它会有的一些函数 不过在这边 只要绿色这方法 它会显示出来 好 那有一些可能不太会用的 也许你可以有习惯性的 就是自己再run 稍微run一下 其中这个run的也会出现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 那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加上什么 加上注解 比如说第二个就是算平均 第三个就是算什么 算那个 我们 那个成绩函数 是不是合格不合格 这个是多重 所以算完之后的话 就是类似像 像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这边清掉 如果假设重来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再来一遍的话 就是AAA 好 然后 enter一下 输入成绩 输入一个成绩 那这样理论上按新增 它应该会自动帮我把它跑资料 跑到G栏为止 并且怎么样 还清空还没有 新增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出来了 但最后这个资料没有清空 怎么办 没关系啊 清空很简单吧 这个东西叫做testbox 1里面的资料叫点test 等于没有 等于没有都等于空字串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清空的话 只要在最后面的写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这边点两下 我们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清空的话 但你可以注解了清空资料 后面自己打好了 就是打什么呢 打这个testbox 1.test 里面塞一个什么呢 空的给它 这样就把它清空了 就这样就OK了 那有1234嘛 所以你可以2 然后再把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自己改一下 改这边2 3 4 那这边就是什么 清空资料 OK 你就清除资料 可以了 OK 这样子 好 那最后的话 理论上就会 达到我们要的 当然23这个 你也可以自己再加一下注解 然后你就是输入 BBB Enter一下 输入资料 你会发现还蛮好用的 Enter 最后的话就是 按个Enter也可以 那它会一样输入资料 最后并且把这些全部清掉 有没有 输入了 这边也清除了 OK 所以其实还蛮好用的 做一个这样的系统 其实以前我们 很早期在帮人家写 设计这样的系统 其实收费还不便宜 OK 其实只要 我是觉得你可以把这个 一个固定的流程 固定SOP 反正写1 把画面做出来 2 再去设计这个功能 它就完成了 但是呢 刚刚这地方 还有一些还没有房呆 完成的 怎么说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 假设直接按新增 诶 里面没填资料 对 直接按新增 会怎样 一定会挂掉 为什么 按新增 诶 挂掉 形态不符 对 所以你要去想说 有哪些可能会造成 这个系统挂掉的 可能的原因都要想到 那我刚刚讲 想到的 大概有几种 里面没资料 所以它就不能转型 所以如果要避免它挂掉 1 如何避免没填资料 对 如果没有填资料 就 直接按新增 那就挂掉 所以1 2 的话呢 我刚讲 这里面如果不是填数字 也不行 这里面 可以填数字 但是填的数字 不是0到100 也不行 所以至少会有三个可能 至少 当然也有可能 第四、第五、第六 自己去想 可是你将来呢 要怎么样防呆 那其实要防呆 最关键的 就是利用 逻辑 去做判断 OK 那有点像一个关卡 你挡住 不行 你可以过 不能过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用逻辑来判断 那怎么做那个逻辑 首先 我先一样在这边 当要新增资料之前 先做一件事 就是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东西 这四个 有没有输入 如果其中一个没输入 那我就不让他过 那怎么做 1 做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if 什么 if testbox 1 这个我们是要判断什么呢 当他是空的 没字串 等于空的 第1个 或者 偶尔 偶尔就或 第1个或 第2个 第1个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拉过来 直接改 这边改成2 第1个或第2个 然后呢 再来什么 或第3个 所以这边可以改 好 然后再来就是 再或 第4个 这边改4 那中间呢 就是或 反正这个或 这个或 反正不管 只要其中一个 他是什么呢 他是空的 有没有 是空的 then 做什么事 后面先打endf 我先习惯是先打endf 就是说呢 只要这四个 其中一个没填资料 我就不让你过 那 不过不让你过 之前先 先跳一个警告 什么警告呢 一般如果你要在那个 VBA里面跳警告的话 会有个叫 Message Box 简称叫 MSG Box BOX 这个是跳一个讯息 空一格之后 告诉他说呢 请 什么 一个讯息 告诉他说 请填 先 填写 完整资料 或 之类的 完整资料 但 这个有个缺点啊 就是 我不知道 哪一个是没填 我只知道 有一个没填 反正不管哪一个 只要其中一个没填 我就跳出来一个警告 enter一下 特别注意啊 这个之后啊 因为如果他跳这个讯息之后 还是会一直执行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城市呢 跑到这边为止 就直接跳到最后面的话 最后面不要执行的话 那你要记得一个 一个方法叫 Is this Is this sub 意思就是 帮我离开 这个sub Is this sub 这个还蛮重要的叙述 这个意思应该可以很好理解 就是 就不要再帮我往后面执行了 好 因为这个后面的话 只要其中有一个错误 一个空的 就不要往下跑 反正就帮我跳离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按新增 有没有请点写完整之后按确定 他就一定 那如果 假设他如果填了一个 比如说CCC 假设他填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没填 还是不行 除非怎么样 除非说他全部填 全部填了 有没有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都有资料 都没有一个是空的 OK 新增 有没有这样才可以过 OK 第一个 第一种防呆 就是 反正只要一个没填的话 那我就不让你过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呢 有填了 但是问题怎么样 有点像第一关 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 如果这个 这个这个 只要有一个怎么样 假设 他滴滴滴 如果他有 有可能 他可能不知道填出 给他甜甜滴滴滴 然后这个都对 只要其中 这意思就是三个 不能有一个不是数字 像这个不是数字 会怎么样 按新增 可不可以输出 可以输出啊 可是问题 以后如果 虽然也可以平均 OK 所以 VBA 这地方还蛮厉害的 他这个 蛮 他没有跳错误 所以他VAL 可以转 但是 转完之后 转不成功 他也不会有错误讯息 但是问题 这样 不OK 因为这样即便有 可是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对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第二关 第二关要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第一关 第一关是 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 是否有填资料 所以这边可能要写一个注解啦 这个注解我想你们自己再 再自己补一下 这个是什么 判断那个 什么 空白 空白资料之类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判断什么 判断就是 判断就是 那个 资料是不是输入的是 数字 OK 只能数字才可以往 所以这边的话 怎么判断数字 哪三个要判断数字呢 1 2 3 所以你要记得 这个是 2 3 4 里面的.test 如果 有一个不是 输入 非数字的话 也不能过 那判断的方法是 那 一样嘛 所以 有点像一关一关的啦 就 有点像你出国的时候 不是也第一关 可能要先检查你的护照 第二关 可能要叫你把 衣服全部 理由 铁东西都要完 那第三关 可能又要验证 反正一关一关过 如果你只要有一关没过 那就不会 不会让你过 所以这里的话 第二关什么 一样 衣服 衣服什么呢 是不是为数字 那 是否为数字的话 在VBA里面有个函数 所以你可以打个VBA 点 IS开头的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 这边有一个叫 Numeric Numeric 就是是否为数值 就不管是 整数 或者是有小数点 都算 Numeric 哪一个呢 刮糊 所以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给我资料啊 那我就把什么呢 这个 testbox 2这个 把他丢到这里面 给他去判断 那 如果是的话呢 那他回来就是等于True 等于True 他就过了 那 再来的话 诶 或者是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23 4 所以234 其中一个 只要一个不是数字的话 那一样就是把这边 分别就是 Is numeric 然后呢 1234 一样是这样 不过这个地方 And if 那是数字 再往下 但是我们其实是要判断 不是数字 所以不是数字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等于False 等于False就是表示 因为其实我 它是数字那就等于True 不是数字就等于False 其实我们要抓的 其实是输入不是数字 所以这边可能要加一个等于False 那这边一样等于False 如果这个或这个或这个 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就跳什么呢 一样跳一个Majibox 所以一样 这边 大概一样的方法 Majibox 请输入那个 请输入数字 那哪一个 那哪一个 反正就其中一个就对了 或者是什么 请输入正确数字 OK 反正这个叙述 就是你跟使用者沟通的 那尽量越详细越好 这个描述 反正你就描述一下 我只是大概打一下 再来的话呢 什么 Ajsub 不让你过 OK 好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说他是111 如果他输入一个什么AA 好了 然后这边输入 什么 反正就是非数字的话 你按新增 他会不会判断出来呢 有 请输入正确数字 可是这还是有个缺点 他不知道哪一个错 除非怎么样 你要自己去检查一下 检查 新增还是有一个错 不过他还是不会告诉你 那如果说你要 能够让他知道哪一个错的话 那你的逻辑就变成 你要 你不能用串在一起的 你要个别 一个一个一个的判断 那一个一个判断的话 程式会写的比较多 不过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 一关一关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 好这样的都对了 按新增 有没有 这时候他才能过 所以他如果只要其中有一个 输入的不是数字 就不能过了 这样有好处了 以后你不用检查了 反正程式就帮你检查完了 好所以利用这些方法 真的可以让你省掉很多麻烦 因为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他怎么样就是不能够往下 而且他会跳出讯息嘛 那如果你担心说那个讯息不够完整 反正你就写的详细一点 至于怎么写 反正就让使用者明白就可以了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二个房呆 第三个房呆就是说 他的成绩一定要零分到一百分之间 好所以如果小于零 或大于一百那都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要防呆 那怎么防呆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重点 就是两个防呆 ok 这两个房呆我想各位试一下 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不过我云端上面放的 这个是刚刚那一段 所以刚刚那一段 如果你有些地方 假如写的不太正确的话 请自行参考一下云端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这边改良版 改良版第一个就是说 零到一百之间 这个 这个刚刚打的第一个在这里 这个是 全部一起判断 有没有 testbox一到四 另外一个是个别的 个别的话就是说 先判断testbox一是不是 再判断testbox二是不是 再testbox三 再四 这个好处是什么 他就可以一个 跳出有没有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请输入答案考核等等的 就是他会是比较精确的 另外我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把游标有没有 直接放在那个testbox一 或二或三的那个地方 因为刚刚如果你全部一起判断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 放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 那如果说你是把它做成是 把这个把它改成个别的好了 比如说这边 我把它这边设 这个留下来就是把它注解一下 然后把改成个别的 个别因为要打很多 所以我直接就用云端上面的 testbox一等于空的 testbox二等于空的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 点setfocus 有没有 这个点setfocus 意思是说 把游标帮我放在 那个储存格里面 让他知道要 那个地方有错 我执行给游标看 新增有没有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发现 他第一个先检查出来 游标放在上面 有没有发现 testbox一等setfocus 把这边改成 然后 这个 第一个过了 第二个 请输入答案 考核 按确定 有没有 游标放在这里 因为他testbox二等setfocus 游标放在这里 OK 以此类推 反正方法都一样 只是说他个别 个别的好处是 他可以比较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错 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 哇 你会发现 城市会比较冗长 所以你可以针对 你实际上的需求 去做变更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那相关的画面 答案在云端上也有了 可以自行再参考一下 OK